大家好,今天玩家的是一年级科学第六课植物 首先让我为同学们介绍植物的各部分 植物的各部分有包括叶子、花、茎和根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植物的特征 第一个是叶子 叶子上的叶脉可分为平行脉和网状脉 什么是平行脉和网状脉呢 平行脉的叶脉是平行排列的 而网状脉的叶脉像网一样 接下来是花 不是所有的植物都会开花 会开花的植物有包括了木槿、羊角豆和九丛格 不会开花的植物有鸟巢绝、羊植植物和苔藓 接下来要介绍的植物部分是茎 植物的茎可分为木质茎和草质茎 我有柔软的茎,指的是草质茎 我有坚硬的茎,指的是木质茎 那木质茎的植物有榴莲和木茎 草质茎的植物呢,有向日葵和菜心 最后要介绍的是根 植物的根可分为主根和须根 那么主根的植物呢,会有凤鲜花和菠菜 须根的植物有洋葱和茅草 那如何分辨主根跟须根呢? 主根的植物呢,中间会有个粗粗的根 旁边覆盖着许多细小的细根 而须根的植物的根呢,则是由许多细细小小的根组成的 那介绍了植物的各个部分后,我们来看看它的重要性 叶子呢,是制造食物的地方 叶子的背面有许多气孔,是植物的呼吸器官 植物的花能繁殖后代 植物的茎能输送食物、水分和养料 而植物的根能吸收水分和养料 根能使植物不会倒下 今天就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赏